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鄧熊說法 刑事案件涉及到當事人的自由和前途 而很多華人的新移民來到美國 他們既沒有與警察打過交道 亦沒有與法院打過交道 通常都會束手無策 如對這對事情 這時候就需要聘請一個專業的律師 今天很開心請到有16年刑事辯護經驗 以及擁有6位資深專業律師合夥人的鄧浩律師 上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講起刑事律師和其他律師有甚麼不同 因為我們處理案件是涉及到當事人的自由 會影響到坐牢和移民的影響 所以刑事責人來說 刑事案件比文字律師更加責任大 民事輸了官司是淺的問題 但如果刑事案件輸了 別人會坐牢 並且刑事案件是錯綜複雜 每單案件有證人 證據 檢控官 法官 是不一樣的 結果也不一樣的 同時大部分刑事案件是以結案 以pre bargain 討價還價認罪協商處理 所以很多時候一定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 同時刑事案件來說 策略非常重要 刑事律師提供這麼專業的服務 刑事律師的收費方面是怎樣計算的呢 一般來說 如果你沒有錢 法庭一定會派紙派公派律師給你 同時如果你不懂得說英文的話 他一定會有中文翻譯幫你 一般刑事收費來說 是按照 flat rate 承包費用的 按照分斷 打陪審團之前收多少錢 陪審團多少錢 同時有些是按照中頭計費 這種盡量要避免 因為一般案件是談判結案的 基本上如果你拖事人提長來說 反而律師可能是多收錢 但案件不一定盡快結束 所以很多時候按照分斷的方法是最好的 那怎樣有技巧選擇一些 適合自己的案件的刑事律師呢 很多時候一方面要看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 很多時候在羅省的案件 千萬不要找San Francisco的律師去 同時專業和經驗很重要 一般時候如果是刑事案件 最好找刑事律師 同時不要輕信保證 很多時候律師來說 我們剛才說很多這方面的變數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律師都沒有辦法去預測結稿是怎樣的 同時一定要學會怎樣和律師溝通 因為很多時候來講 假如請律師和自己都說不通 或者透過翻譯 翻譯來講他自己不是律師 沒有辦法翻譯出來 這種情況之下都是造成很大的問題 同時很多移民來說 都不是美國公民犯罪案件來講 在結案之前一定要考慮到移民這方面的影響 到時一單止刑罪的話 很多時候來講就沒有辦法挽回損失的 總括來說 如果不肯遇上刑事起訴的話 記得有智慧地借助專業人士 去幫你解決這些專業的問題 是的 今天很多謝鄧律師 也很多謝各位朋友的收看 各位記得知法手法 多謝收看 再見